他隐藏自己的方法 就是躲在深山老林里和狗坠 他叫卢卡 打小性格不批 不爱说话 虽然身价百亿 却娶不到媳妇 只能翻来荒野讨生活 不走寻常路的卢卡 硬是在秋风猛灭的时候见了山 徒步十公里的卢卡找了个邪魔 把刚买的背包扔在地上 连身边的旺财也是一脸疑惑的眼神 你见过见在邪魔上的庇护所呢 没有人这么做卢卡却是第一个 出攻皇家园林设计的 一场桥手拯救所有 十分钟不到卢卡就获得了凯树小能手的美誉 一眼为中心放射型搭建上去 卢卡打算做个蒙古包式帝库所 一根根长木棍砰砰砰定下去 不到俩时辰卢卡就搭建完了大体的方向 卢卡找来搭建帝库所的西木棍 两只尺寸切开后 一小节一小节木桩直接钉在木架上 就连旺财也跑到镜头前要加个单点 前门后墙的木棍排列到一半后 卢卡打算先搞一个中式造台 毕竟既能取暖又能做饭的家伙不能少 学过原理设计的卢卡就是不一样 握好的泥巴堆在木架上 混合着小木桩一层又一层 摇身一变成了农村土造台的样子 还不忘给造台做个精致装修